路水系的烘焙砂问题困了地方民众很多年 为出行政医在100万7年以及100万9年 分配设定一日去路水系烘焙砂改成方案 以水利、造林以及放在应变点点的方式来改成烘焙砂问题 经过6年的实施成功中烘焙砂事件 力坚持高兴议上 行政医长丹建林19号的布实际改成成功 他表示好的进程继续来推行 未来中的实施第三期改成计计 何乡亲免受烘焙砂计划 包括小花、曼泽兰包括很多的部分 我们都把它移除掉 行政医长丹建林听处路水系烘焙砂改成成功的干部 路水系烘焙砂的问题已经困了地方其民党的年 由于行政医自1807年开始 总共是变得超过20亿的医生 要来改成路水系烘焙砂砂问题 目前改成风暗以及14两期 幸好也相当的明显 砂砂的事件为1年超过50次 降到不90次 立法民质也有提升 由于行政医长丹建林 这天特别和相关的部会 作为下乡侍者改成成功 他也表示目前三期改成阶约也已经核丁 希望他等待乎乡亲不用收红买多少钱 以往只要风数在每秒5公尺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得了了 阳城就是很严重 但是现在的改善以后 即使每秒在8公尺的风数 我们都不会受到阳城的影响 即使超过10公尺 阳城也只有一小部分 我们透过了水利还有灶林 以及灾难防治的方式 来改善我们所有阳城的情况 但是我们不以此为满足 特别是刘建国委员 要求我们再进行第三期的计划 我们第三期计划 最近核定是有8亿的经费 我们除了要维持以往的成果以外 也要继续加强绿覆盖跟水覆盖的措施 陆水域红白帅的改善 需要中央和地方 各部会党委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本院政党的政党也表达对中央的感谢 以及出中央地方的故事技术 才能让地方越来越好 我想很多都是我们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大家极力的合作 那中央政府呢 出很多很多的经费跟资源 包括所有技术跟工程 那当然地方政府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 那各自所思分工 分权负责才能够把所有事情做到最好 无论如何我站在云林县政府的立场 我站在云林镶嵌的立场 我都要非常非常的感谢 感谢中央政府极力的来协助 云林县有很多成科已久的事情 都能够翻转都能够改变 理会委员劳建国当机关心楼水系 方便刷问题 在几年前立法院这季的时候 就提出需要经贷改善 他也表示改善结尾 现在已经有很好的效果 但要是需要继续维持 才能让鄉亲在这堆土地 安基六压 107年期一直到现在 3年1期 现在要进到第三期 那经费从原本第一期的 原本是10 刚才讲的是10亿6千5百亿 其实当时是有追加到13亿 那后来第二期是8亿多 那两期就将近21亿 现在呃 陈院长又在他的任内 也就是今年的1月 又核定了第三期 将近8.7亿 也就是要让我们的整个沙尘暴 都可以降到最低最低 把最好的环境还议给我们沿岸的居民 台队中央航定向共同合作 路主义客航拍摄的问题 以及得到相当有效的改善 期待未来可以得到 更好的效果 让十分交摄的意志 行为力速 既然方表彩方报道